大家好! 朱春奧 影片協調中心剛才公佈澳門再新增多5例輸入關聯個案 其中4例屬管控發現1例是非管控中輸入關聯感染個案 近來已到33例 首例是19歲男性澳門居民居住的封堂中邪行30號添移國 在10月30號被列為紅馬區 這個個案一直留在家裡 他一名同住的64歲男性家人在11月28號公佈陽性個案的士阿叔 因為有共同軌跡而受管控 這個19歲的男生可能是64歲的家人傳給他 他在2號出現發燒頭痛 3號是宣揚了屬管控中發現個案 已被列為輸入關聯確診個案 第二例是11歲的女生澳門居民 是與上述個案同住的添移國的家人 自11月30號添移國被列為紅馬區 一直留在住所 3號出現發燒和頭痛 檢測結果是陽性 都是屬管控中發現 被列為輸入關聯確診個案 至於第三例是77歲的女性澳門居民 與11月30日公佈曾到過唐記美食 而確診陽性個案 同為宏信大廈居民 該大廈在11月30日被列為紅馬區 所以被安排在指定地點接受管控 他同住的80歲男性家人在1號 已在管控期間陽性 所以在3號核酸又陽性 屬管控中發現個案 已被列為輸入關聯無症狀感染個案 第四例是18歲的男性 內地居民應該是遊客 在1號坐航班AX009 由北京飛底澳門 直覺當晚落地核酸檢測一個運管樣本陽性 在11月1號經覆檢結果是陰性 不過他和他坐同一班機有人陽性 大家都知道 而列為核心密切接觸者受到管控 1號出現喉嚨痛 3號核酸檢測結果陽性屬管控中發現 已被列為輸入關聯擴診個案 第五例是20歲的男性澳門居民 理工大學學生 曾在10月29日早上大約11點 在封信新村第三座新天利食店吃東西 因為11月30日公佈的陽性個案 內港碼頭理貨員 曾在當日上午10點前在店舖吃東西 他有暴露風險 所以已在12月2日被衛生局要求5日4檢 讓了之後今晚大壩去封信新村那邊 封鋪消毒 這個個案其實在10月2日傍晚 是宣揭陰性的 3號上午開始發燒 下午快測陽性 去醫院做多次檢測都是陽性 已被列作輸入關聯擴診個案 並安排到指定地點做隔離治療 個案曾經在10月1日大約早10點至11點 位於星海豪庭的理工大學B8課室逗留 以及在2日大約下午2點半至3點半 在理工大學體育館參加考試 應變協調中心指 這五個人都被安排到指定地點進行隔離治療 前四例屬於管控中發現的輸入關聯確診個案或無症狀感染個案 分別已在11月30日1日受到管控 所以引起社區傳播風險較低 大家放心 好 這集先看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尾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